字幕編曲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麥克汤 外派越南這麼多年 有很多人經常視訊我 為何這麼多人要外派 吸引你外派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外派究竟在做些什麼呢 那今天呢就來分享一位在台灣師範大學 就讀東亞政治研究所的越南交換學生 他的論文內容只在探討在地員工對於台灣外派主管管理風格的看法 並以台灣的製造業為例 那平常麥克風呢眾所皆知呢 就是一位非常害羞內向怕生的人 基本上呢是不太會接受採訪的 但秉持著每天要做一兩件好事 像平常夫老太太過馬路 幫考試考察他小朋友牽連落步這樣的事情 我平常都是有在做的 那遇到假日的話呢還會做個兩三次呢 因此呢我就答應了這位越南交換學生之美的邀請 那也同時呢公開採訪的內容給各位做參考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要是我要介紹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大概講一下 那我的題目是關於越南的 主要採討的是在地員工對於台灣外派主管的看法 那主要採討是以越南的台商為例 然後主要是製造業為例 所以我是我的想法是當初的研究目的背景 是我想以是以越南越南員工的看法 然後來做一些他探討要越南員工要怎麼看 看他們的台灣的外派主管的在管理風格上有什麼不太一樣 或者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主要是當初的想法是可能 主要是探討在越南的員工 可是現在有警方是想是 要以台灣的主管跟越南員工的看法 多比較 所以可能現在是要想訪談的是 先以 您現在是當一個台灣主管的角度 然後有點像是想訪談您的自己的 對於自己的工作跟看法 對現在是您目前這樣 那可以說可以簡單做一下自己介紹嗎 可以 那其實我本名就叫Michael 現在的話年齡的部分大概在30到39歲之間 性別那一天應該才是男性 那我本身也是在研究所以上 那我是在研究所畢業之後才來到越南 那婚姻的狀況的話 目前是單身 那如果說以外文程度的話 中文是我的母語 那英文的部分的話 就是算是中級到高級之間吧 好 對 然後再來的話 越南文呢 越南文我這邊的話大概 算有A2到B1的程度 對就如果說日常跟人工溝通沒問題 越南文是你在越南的時候才學還是來越南之前就開始學越南文了 這個是我在來越南的時候才開始學的 那大家現在有還陸陸續續有在學嗎 有啊有啊有啊 我現在如果說下班嘛 每周一跟每周五的時候晚上還是會藉由一些線上課程來學習越文 對是由老師指導的那種 那你在台灣工作多久 我其實本身在台灣工作大概三到四年 對那時候算是半工半讀的狀態 然後才到那個越南來的 也算是透過那個教授的介紹來的啦 哦所以是總共時間是三到四年啦 差不多差不多對 那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的公司 現在公司比如說是有公司總公司啊 越南分公司的規模跟行業做什麼跟結構 我現在是在一家協廠上班 那他是有一個台灣那種公司的 那目前的話他不論是在越南啊 印尼啊或者是在 呃另外一個地方叫什麼 柬埔寨是不是 欸我給我講一下 好像是對都會有他的分公司這樣子 那我是在越南的其中一家分公司 在越南這邊大概就有三到四間了 嘿那是做協業嘛 那就是一般來說就是台灣的一個傳統產業 那我是擔任技轉的一個角色 技轉的主管 好 那請問您的部門就是現在你所說的一些 員工的部門是有幾幾個人 然後負責就有分工比較具體一點的部門的結構嗎 有有有如果說以我這個部門來說 因為我們技轉的話有分三個部 那分別對應不一樣的鞋款 就好比說這個這個部門他是負責像是跑步鞋啊 這個部門是負責足球鞋啊 這個部門負責籃球鞋之類的 那我這個部門的部分的話 目前有50到60位 談就是像我的一些助理啊 或者是一些 非直接員工就是建工的部分有60位左右 那這60位的話我們的分工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辦公室的話就是以助理啊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簡單的一個 呃身管或者是雜事的一些處理 簡單來說是這樣大概分配三到五人 那再來的話主要就是分配在線上的部分 就是從裁斷裁斷準備 增車底加工然後成型 那這些對應的一個名稱呢就是 呃依照鞋子的一個製程來去做區隔的 那當然也會有部分的人員他是負責一個 生產管理的部分因為 呃有些我們做鞋子嘛 那他是等於是在跟時間賽跑 他必須就是說要 要有一個人去負責安排進度 那時不時的他必須要去跟開發啦或者是去跟 量產作為一個溝通的橋樑去敲定說 我這個試做的時程會不會耽誤到以後續正式量產的時間 到這邊為止你聽得懂嗎 嗯 那我想問一下那距離是50到60個人都是 呃是你整個部門的人還是有 是一個因為你剛剛講說你們計船的部門有三個部分 三個部那三個三部是總共50到60個人還是一部的話 沒有沒有沒有一個部就50到60個一個部就50到60個 那還看每個部的規模如果規模大了他人自然就大嘛 如果你說整個季轉的話大概接近200人 200人 那總那這樣的話全部都是越南人嗎還是有多少台灣人多少越南人呢 還是有其他國家多期的人 以季轉我們的季轉單位來說的話海外主管其實沒有很多 海外主管大概在10位以內那其他都是越南人當地的越南人 嗯你可以這樣算就是200嗎大概10位台灣然後190位都是越南這樣子 嗯可以理解好謝謝 不會 嗯 嗯 那請問的話現在的工作的情況是可以大概講一下工作的情況 跟待遇嘛 就可以大概可以大概講一下薪水啊補助跟住宿等等 那然後再跟台灣比較那是怎麼樣呢 我就以大眾的來說好了 會吸引我來外派的一個原因啦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台灣工作嘛他可能 會來外派的原因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因為薪資 因為一般來說你來台灣 你從台灣來到 越南好了以越南為例啦 外派都是1.5倍的薪資 就是你在台灣的薪水乘以1.5倍 這樣來計算 那 再加上一個 來這邊工作的一個 都會以協廠來說的話都通常會有保持保住這個選項 所以間接性的就已經幫你省掉了 吃跟住這個費用了 那如果一般來說你在台灣的話 你以一個月薪大概碩士畢業嘛 大概月薪3萬2到3萬5之間嘛 差不多嘛 你光是去在台北市找一個房子的話大概就要1萬塊 還不是很好的 就是一間套房 那你吃的話大概 你三餐就乳肉飯加蛋 可能現在也一碗要100塊 那你三餐就300塊 那吃個30天就9000塊 那可是你吃完飯的話你可能還要加個珍珠奶茶或什麼的 那我再算你加個2000塊好了 比如說你吃也要1萬1萬1左右 也就是說你的吃跟住就已經花了2萬多塊 你剩下1萬多塊可能還要扣掉你娛樂跟自己去進修的費用 基本上存不到什麼錢 但是相較之前你來到越南的話 你的3萬塊瞬間變成了1.5倍的4萬5 那你包吃包住就等於沒有花到任何費用 再加上你在這邊工作會是1到6 禮拜一到禮拜六 你等於只有禮拜天的時候會去放風 那禮拜天的花費如果你只是普通的聚餐 或者是普通的出遊 一般來說2000塊的台幣到 2500的台幣我覺得就差不多 一個月也才1萬 所以等於說你間接的就存了3萬5千塊 這還是你在 最低心智的狀況下 那當然如果你有點經驗的話 那當然是可以談得更高 那不管怎麼樣 一般我認為會願意出來外派很大的主因是他的存錢速度相當的快 對 不好意思 我可以先暫停一下嗎 對啊沒問題 回 回 因為我現在是想錄 錄音 可是我因為我戴耳機 那可能是我可能要開一些 開放 開放一些聲音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我也有請我的小編進來啊 那他應該已經進來了 他在旁邊聽 哈哈哈哈 哈哈 不可以 那沙德國的基因要這麼好 他在 你待會也可以訪問他 他在協業擔任法務 但是時間不長 他是去年12月on board的 所以 你也可以問他說 對於一個 剛從台灣過來的一個人 是什麼樣的原因吸引你經驗 過來外派 然後是為什麼會想要來這樣子 對啊對啊 等一下我cue他一下 欸 Alex 好刀等我給你看 好好好你忙你忙 好 好那我繼續 繼續開始問問題可以嗎 沒問題 你說 好 那可以大概跟我們講 跟我講一下 那您是 身為一個主管的話 那你怎麼跟你的員工分配 工作嗎 一般來說的話 因為也蠻巧妙的 我一進來的話 其實每個月級幹部 大家都已經區分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你說分工作的話 就像我前面所說的就是 依照各個 員工的職能去做區分工作內容 就像我剛剛說的嘛 嗯 鞋長的話 他有分 才 才准真程吧 就是裁斷 真車 準備成型 這些 好那我就是依照這樣的一個製程去分配 我每個員工的工作 對 那如果說有細分的話 就比如說我在 製作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問題點 我需要驗證 那我就會依據 這個需要驗證的一個製程去分配給 該製程的一個幹部 去做工作 那這樣子的話 工作分配的話 員工會有怎麼樣的 意見嗎 一般來說還好 就除非說他有遇到困難的話 那我覺得在在 傳統產業很簡單吧 就是 已經他是一個人質為主的一個產業 你有問題 你就是馬上回報 你不要引而不報 或者是自己私下處理 你私下處理如果處理的好 當然沒事 但是如果你處理不好的話 往往可能就會說 這個問題就 越演越烈 反而像滾雪球一樣 到時候一發不可收拾 那就來不及了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 在分配工作方面 他如果做得來 那他也要回報我說 這個進度現在怎麼樣 那如果做不來 他最好是把上第一時間告訴我 那如果我自己也處理不來 我也是回報給我的主管 就是這樣稱稱往上 那對我來說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把問題放在那 最好就是第一時間能夠處理 那請問這樣子的話 如果有遇到問題 或者一般的工作進度的話 那您的員工是怎麼樣 他們會主動提出意見嗎 會 比如說 在試做過程中 我們在做完的成品鞋嘛 那我們都會跟那個開發的一個 所謂的確認協作比對 那 比對的時候 因為你在試做過程中 看到有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就會停 停的話 就是去思考 這個怎麼去處理 那如果不停 因為時程關係的話先把它做完 我們也會召開一個試做會議 去討論說 這次的試做中 我們遇到了一些什麼問題點 那我們這邊 地轉的部門就是 主要要用量產的角度 因為同時又把量產的人拉進來試做 來回報開發說 這些地方你怎麼改 更有利於我在量產的時候 操作 因為畢竟 量產是要拼產量跟產能的 如果你越好做 那當然 對量產來說是事半功倍 那 在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會在 會議中 去詢問 我們的在地幹部他做的狀況怎麼樣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去回饋給我們前段的一個單位 對 由於採訪相當的冗藏 麥油湯僅擷取部分精彩的內容給各位聽 那如果大家對後續內容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參考我底下的資訊欄位 幫助之媒做採訪 我相信這樣的主題 對正在外派或是即將外派的你 都是相當有幫助的 那麼本期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麥油湯 我們下次見 掰掰